音樂 享受美食佳餚 鍋居鑄鐵鍋是您的好幫手 現在我要來為大家示範用媽咪鍋煮絲瓜蛤蟆 首先我們要先準備的材料有絲瓜 少許的蔥段 以及薑絲 當然少不了最重要的兩樣東西 蛤蟆以及米酒 首先我們先熱鍋 接下來我們在鍋裡加上少許的食用油 絲瓜 絲瓜放進去之後 我們先來放一杯水 然後將蛤蟆平均的放進去 接下來放入蔥段 放入些許的薑絲 放入些許的薑絲 些許的米酒 你可以以個人口味適量的撒點鹽巴 之後我們等待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就可以再來看囉 好啦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囉 我們現在就準備來移動到我們剛才這一鍋 絲瓜蛤蟆前面來看看它現在到底變什麼樣子吧 我們來看看 哇 你看看 香噴噴啊 香噴噴的絲瓜蛤蟆就這樣完成了 有沒有非常簡單呢 只要五分鐘的時間 一碗這樣香噴噴熱騰騰的絲瓜蛤蟆就這麼完成了 有了這個鍋具鑄鐵鍋 人人都可以是高手 你鍋 油嗎 坐下 蛤蟆 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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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